HIGHPINK的T-SHIRT HIGHPINK的T-SHIRT 在裡面 首先不會被人感覺很悶 因為通常穿黑色、深藍色 就被人感覺很悶 但當中穿一個SPORT JACKET 穿一個CASUAL的BLAZER 但是穿一個MATCHING的顏色 深藍色 然後穿一個藍色的RUNNER 整個服裝來說 不單是很CASUAL 很Nice 但同一時間又不會失去 他梁朝偉的GENTLEMAN的風度 現在雖然是輕闊身的褲 但他這條褲來講 其實不是我們所謂的 INTRAN的闊身褲 是太長了 所以他感覺上下身有少少BULKY 這個SHIRT 3和這個西裝外套 都非常有用 但他就搭配了一個Lake Green的Cardigan 其實Lake Green的Cardigan是很好看的 但他這樣搭配就很老 也都很悶 起碼老了十年 你要trendy 但你都要知道 要懂得怎樣去配搭 大家看起來像不像海草 但我發覺John Simon 一路下去都是 他一時就很好 一時就很像 我覺得他這個COTEL DRESS 挺有趣 除了兩種顏色之外 亦都是TOO LAY 所以是戴ONE PIECE的COTEL DRESS 他這個SWEET HARD NETLINE 很特別 亦都是有這些Straps 看起來挺Sexy 挺Feminine 皮膚本身較為白 襯這個看起來 就襯得挺好看的 對鞋就差一點 但其實影響不大 看起來很悶 而且太過Mature 他這條褲有Illusion Neck 又有Trumpet Ham 其實都不少的Design Elements 但始終看起來就不太適合他 我要讚的就是他對耳環也挺特別 挺有趣